因为是五千字章节 上传有点晚了 说来也巧 北梁王徐萧正要离京 大将军顾建堂便从两辽归来上朝 金约早朝 不设在宝和殿 而是寻常以供上朝的养神殿 正南大门外 首府张巨鹿领头的张党 独霸兵部的顾部武将 温太以红灵书做老供奉的清党 被黎阳王朝本土权贵妇 匪成两姓家奴的西楚老太师孙锡继 则领衔八国以老新贵 四大派系扎堆 经未分明 张首府一向不早不晚临朝 曾与上驻国路废驰后 在清党内三足鼎立的温宏 两位驻国年最大了 一般情况也来得较晚 反倒是没发雪白的孙锡继宿 来提前来到泰安皇门外 亦是老纪福利 但习惯性寡言少语 这位曾与春秋五圣叶百魁 并称西楚双臂的老头 如今身居王朝高位 执掌门下省 有风博之权 有见证之责 入世王朝后 不曾折劫 从未有泛泛而谈 不言则矣 一言必是有地放使 深受皇帝陛下敬重 传言马上就要 获封一格大学士的头衔 孙锡继满头鹤发 皮肤褶皱如老松 身体不太好 时不时就要 东染风寒下重暑 陛下甚至专门 为这名老臣魄力赐作 不过现在看上去 孙老头的精神气 却依旧很盛 他身边围惧了一帮 都差不多花甲之年的 八国遗老 第二辈心仪们倒是 不介意堂而皇之 与其余三党 站在一起客套寒暄 说些无伤大雅的协区乐事 孙锡继抬起头 看到远处走来的两位同僚 老太师脸上神情冷淡 当闻五百官都察觉到两人露面 立即不约而同 晋升晋言 那两人中一人穿一品 秀仙贺文官袍 自然闭眼 身材高大 相貌清奇 步子不急不缓 另外一人穿一品 秀其领武官服 长了一双狭长担缝毛子 看人看物 喜欢总眯着眼 非但不给人秀妹感觉 反而平添了几分阴沉 他不乏坚定 此人与首辅张巨鹿 一同下车一同走来 约摸使他步子更快 起先两者并肩而行 逐渐便超出了张首辅一个身位 但他仍是仿佛毫不自知 这有何不妥 竟只走向泰安门 满朝文武 也只有顾大将军如此不拘小节 顾建堂形势略有跋扈嫌疑 言谈还算合乎礼节 不与顾党嫡系说话 而是先给门下省左仆设孙西记打招呼 孙老仆叶笑着点了点头 老人对这位春秋名将并无恶感 毕竟灭亡西楚的是徐仁途和陈白衣 这对异父子 中书省大黄门是中书内庭的天子晋臣 此黄门郎非焉患黄门 两者不可同约而语 官换位尊者才可称呼太监或者大雕四 全臣见到这些个大宦官不敢掉以轻心 是不假 唯独内史黄门黎皇帝最近 丝毫不输宫内宦官 再者内史大小黄门郎再士林 大多都口碑极佳 得以对宦官 罪事底气十足 恨不得逮着把柄 就要清军策才显忠臣本色 因此很受宦官忌惮 故而中书大黄门身份轻贵宣赫 十几位直达天厅的当朝红人 却没有自立山头与四党对峙地站在一起 分散开去 这个群体年纪悬殊 长者年迈如孙希冀不乏其人 壮年如顾建堂最多 最年轻的几个还不到儿立之年 其中一位最新补缺大黄门的是个外地佬 名声倒也不差 博有轻欲 自制的兰亭 熟宣在京城这边当下广受吹捧 只不过正常情况下 按照资历才学 还远不够格进入中书省担任黄门郎 小黄门都玄乎 何况是大黄门 可没奈何这小子不知怎地 就被北梁王亲笔亲信 推荐 这不前段时间 徐大驻国上未到京 进兰亭进入中书省的御址 就快马加鞭送到了西北那边去 这次是近黄门头回 正是早朝 这小子出身 地方上一般士族 在京城谈不上根基渊源 眼高于顶的京官 也不待见这个祖坟冒清烟的幸运家伙 北梁王招惹不起啊 你小子是北梁王的门生 好 咱们不找你麻烦 但想要与你相谈甚欢 没门 你是新任大黄门又如何 这个位置京城内 原先多少大牢 眼巴巴盯着 结果被一个外地的无名小卒 给从碗里扒走一块大肥肉 能不气恼 从未与京官打过交道的近兰亭 显得有点局促不安 孤零零站在角落 被四周冷冽眼神盯着 出了一身汗水 出入京城时的躊躇满志 一扫而空 更有附近门下省一位 散其尝试嗓音 不弱的鸡笑出声 人言西北蛮字幕侯而贯 以前不信 如今看来 果然 很快几位与那散其尝试身为 门下省同僚的起居郎 十一等诸多青壮年官员 都附和笑着重复 果然两字 这让孤立无援的近兰亭 恨不得挖个地洞钻下去 近兰亭这下真切感受到了 京官的排外 他身体孱弱 性格也不算坚毅 受了这等以往 遇不上想不到的委屈 立马眼睛通红 竟然隐约有落泪的迹象 更惹来一些欺软罪事 擅长的京官们冷笑嘲讽 这时 首府张巨鹿遥遥望来 看到这一幕 微皱了眉头 停下脚步 顾建堂本意是让张首府 先行入皇城 但见到首府折了个方向 转身走去 顾大将军也不客套 帅先走入大门 顾步将军们自然跟着鱼冠而入 孙锡记和清党两大供奉 也都紧随其后 朝中张党势力最大 人数最多 首府不入城门 当然不敢轻举妄动 只好停在原地 齐齐望向首府 面面相去 都瞧出对方眼中的疑惑 极有官威的张巨鹿来到垂头丧气的进兰亭身边 温言微笑道 进皇门 前几约我厚着脸皮特意与还祭酒讨要了几刀兰亭熟轩 那老家伙心疼得割肉一般 回府上一事 才知还老头为何视作心头肉 为时事轻如白产意 都不闻声 若不介意 我可要再跟你这兰亭轩的监造人 求几刀熟轩 进兰亭抬头一脸匪夷所思 如莫不敢言 那些个原本等着 看好戏的官员缓缓散去 再不敢在明面上 讥笑这个侥幸窃据高位的外地佬 张首府也不以为意 拍了拍进兰亭肩膀 擦肩而过时 淡然说道 君子方能 不结党绝营私 金约笑且尤人笑去 不妨再过十年 看谁笑谁 进兰亭双腿一软 几乎就要为那个背影跪去 侍卫之急者死 本朝高祖使定腰带制度 自天子已至诸侯 王公 清相以及三品 以上许用御带 腰带欠御数额又有名律规定 当朝大驻国徐骁 因战功卓著 先皇特赐白玉带香茜十五玉 大将军顾见唐十三玉 到了当今天子 玉刺腰带寥寥无几 被天子公开被加推崇的陈之暴 曾获刺紫腰带香玉十二枚 老首府病事后 两年连升十几级的首府张巨鹿 曾接连获刺紫腰带四条 香金一条 其余欠御数目六 十、十三 依次递增 本朝朝服 腰带镶嵌才智 以御为最尊 其次才是金银铜铁 除非皇帝特赐 否则不可逾越官决 御腰带规格不可越雷池 但君子好御是古风 朝廷对腰玄御配并不禁止 晋兰亭跟随着文武官员走入城门后 一路行去 玉佩敲击 叮咚作响 一片清悦空灵声 晋兰亭心神摇曳 这便是整个黎阳王朝的中枢重地呀 要说这段时间有什么大事 比起卢道林请慈国子监又祭久 一职并且天子预批获准 无名小卒的晋兰亭 进入中枢省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北梁世子在江南道上乱杀世子一案 在耳目最灵通的京城这边 马上就掀起轩然大波 国子监太学士三万人 群情激昂 喧嚣扬尘 哪怕明知那位异姓王还逗留在京城 仍是抵挡不住 这帮王朝未来栋梁的学子炸锅一般议论 太安城国子监最早规模极小 限定宗室 外妻以及三品以上功勋大臣的子孙入学 到先皇时有所扩大 增补五厅六堂十八楼 等到春秋落幕 一统天下 国子监彻底广开门路 至今已经容纳学子三万人 国子监建筑足足绵延实理 位为壮观 盛况空前 国子监设置左右两位祭久 与尚阴学宫相似 这些年太学士如过江之际涌入国子监 自成士林 吟有与学宫一较高下的微微气象 央周卢氏家主卢道林作为右祭久 地位仅在曾是张首府 同门的左祭久环温之下 这次受累于庆家子弟在江南道上的凶恶行径 名声受损 自认在无法给国子监三万学子做表率楷模 主动请辞幼祭久 至于这其中 有吴佐祭久环温的推波助澜 恐怕就只有当局者卢道林知晓 卢道林这些约子闭门谢客 让人觉得这次阴沟里翻船的卢记久 是真的心灰意冷了 卢道林坐于书案后 捧着一本圣人典籍 神情自若 看不出半点颓丧 大管家快不行来 到了门口才放慢步子 公身说道 老爷 大驻国造访 出乎意料的卢道林略做思量 沉生说道 开中门 大管家脸色古怪道 启禀老爷 大驻国说开中门麻烦 便直接从侧门走入了 马上就到这儿 卢道林笑着摇了摇头 有些无奈 起身挣了正衣襟 才一脚踏出书房门槛 就看到那郎行来一个驼背家伙 冷不丁被这老头给搂住脖子 带着兴师问罪的一位大笑道 亲家呀 亲家 你做人可不地道 下马为一管 离这儿才挤脚路程 咋的 非要我来见你不成 就不肯卖个脸面给我了 有你这么做亲家的吗 一位是全市标秉的北梁王 一个是清贵至极的西约 国子兼济酒 结果两亲家相逢后 后者就被搂着脖子 差点喘不过起来 所幸大管家是一辈子 都侍奉卢府的自家人 始终目不邪视 原先在南北市林口碑都极佳 公认深得古风的卢道林 只得歪着脖子 一脸无奈道 大驻国 这 这成何体统 徐潇松开手 副手走入书房 卢道林眼神 示意大管家官上门 书房 只剩下 这对饱受世人主目的亲家 徐潇大大咧咧坐在椅子上 笑呵呵问道 一下子没官当了 是不是心里空得慌 卢道林笑道 尚可 徐潇一摆手 直来直往道 不跟你弯来绕去 你说吧 上书省六部 你想去哪里 事先说明白了 当然 兵部你不用去想 顾建堂那王八蛋 一贯是做他自家床上的婆娘 外人谁去他就跟谁急 立步吗 也难 张碧眼的铁打地盘 差不多也算油盐不尽 至于刑部 你去也不合适 礼部户不公布 亲家 你自己挑一个 嘿 想让我早点离开京城 总得给点本钱才行 卢道林虽说 早有此意 既然国子兼呆不住 跟桓温征了这么多年 还是不过 还不如另辟蹊径 只不过以往再怎么说 国子兼祭九都是一等一的顶尖 清贵 当朝中书门下两省不设政省令 连德高望重的孙希继 都只是门下左仆叶而已 两个祭九就成了清流名士 最顶点的位置 话说回来 这些年卢道林在国子兼既然 仅是略书还温 自然栽培了不在少数的心腹 也算是门生逃离满天下了 唯一的遗憾便是弱去了六步 恐怕今生都无望殿阁大学式的头衔 卢道林在性情豁达 终归南逃明是苛救 不过这次顺势退一步 倒也不至于伤心伤费 皇帝陛下也有暗示要他入主一步 卢道林自认清水衙门的礼部 可能性最大 本有些许遗憾 但是当收到族帝卢白邪的加信 说要争取一下兵部侍郎 卢道林当时便服了蜀大白 知乎痛快 如此一来 去礼部反倒是最合时宜了 否则就要触及央州 其余三大家族的底线 卢道林不愿在这时候 恒生之劫 反正只要弟弟卢白邪肯出世 万事皆定矣 此举于卢氏而言 于央州世子集团而言 皆是万幸 四下无人 也不再喊徐霄为大驻国 喊了一声庆家温厚 卢道林笑着含蓄说道 刘尚书年岁已大 身体不适 年前便向陛下提过 要告老还家 徐霄撇撇撇嘴 直截了当道 就这么说定了 卢道林犹豫了一下 轻声道 此事庆家翁不出面 也无妨 徐霄呸了一声 伸手指着卢道林的面 毫不留情骂道 你这迂腐庆家 真当六部上书 真当六部上书是你囊中勿了 我若不出面 信不信张碧眼稍稍联手孙希记 就能把你死死 按在一个破烂地方上 抬不起头 卢道林悚然一惊 徐霄摇头笑道 庆家你呀 读圣贤书是不少 大道理懂得也多 可这做官 可不是面子薄就能做成的 丑话说前头 你要还是把礼部上书 当国子奸计酒来当 过不了多久 就要卷铺盖滚蛋 卢道林叹气一声 说道 受教了 徐霄摆摆手 笑了笑 眯眼道 凤年在江南道上胡闹 让庆家丢了国子建的基业 恼不恼 卢道林正色道 说不恼那是矫情 不过这是说实话 怪不得世子殿下生气 自家人不帮自家人 再大的家业都得败光 这点香叶村夫都懂得道理 卢道林还是懂的 卢道林继而面有愧就道 我以写信给玄朗 以后由不得他意气用事 徐霄这才睁开眼 起身缓缓说道 亲家 这话才像一家人说的话 卢道林如是重负 看徐霄驾驶 像是要财坐下便要走 压抑道 亲家翁这是要走 徐霄美好气道 不走难道还跟你打关枪啊 走了 回北梁 卢道林无言以对 徐霄走出书房时轻声笑道 不用担心 陛下对你我猜忌 法不外乎人情 既然是亲家 就得有亲家的做法 生疏得比外人仇家还不如 才叫有心人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了 才会去瞎琢磨 琢磨琢磨着 才容易出事 对不对 心底有阴霾的卢道林 这时彻底松了口气 北梁王来 也匆匆去也匆匆 卢道林不知道的是 府外马车里 坐着一位微服私访的隋珠公主 徐霄坐入马车后 公主殿下扯着她的袖口 愁眉苦脸道 徐伯伯 可以不离京吗 小雅好无聊的 徐霄笑道 没法子啊 伯伯就是劳碌命 要不我让凤年来京城陪你玩 隋珠公主眼珠里滴溜溜转动 徐霄揉了揉她脑袋 说道 你看看 心里还是有芥蒂不适 对 伯伯只能拿出杀手锏了 带你吃几大碗 杏仁豆腐去 到时候再生凤年的气 伯伯可就不乐意了呀 公主殿下撒娇晃着大祝国的袖口 哼哼了两声 灿烂笑道 好了好了 看在徐伯伯的面子上 不跟那家伙一般见识 这一约与隋珠公主 吃过了三文钱一碗的杏仁豆腐 史书上记载 这是北梁王徐霄 最后一次进京与离京 依旧是一身 傅家翁装束的北梁王出城后 走下马车 双手插袖 望着巍峨城头 身旁站着黑衣病 虎杨太岁 徐霄感慨道 杨突驴 金约一别 估摸着咱俩这辈子都见不着了吧 国师老僧木讷点头 徐霄笑道 谁后死 记得清明去坟头上酒 杨太岁平静道 贫僧很贫 买不起好酒 所以肯定先死 赚了 徐霄身手摸了摸这国师的那颗光头 道 你呀 一辈子连小亏都不愿意吃 跟你做兄弟 亏了 曾谈笑间倾覆八国的两人就此别过 黑衣老僧驻足原地 望着马车 望着马车渐行渐远 摸了摸自己光头 最后低头 双手合十 世间能让这位老僧 心甘情愿低头的 唯有北梁 徐霄一人而已 老僧 西费